前几天,俄罗斯瓦格纳集团的老板在网络平台宣布,由于没有俄罗斯的弹药补给,瓦格纳集团将撤出如今交战火热的巴赫木特地区,把阵地给俄罗斯国防军,消息一出。 很多人都说,瓦格纳支撑不住了,俄军接下来该怎么应对乌军的反攻? 而莫斯科也很快回应表示会马上给瓦格纳补充物资,那么这个想撤就撤的瓦格纳集团,究竟是什么来头,在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中扮演什么角色,他们的战斗力究竟如何,他们对俄军有多重要呢? 读历史,明示里 大家好,欢迎订阅本宫巴历史 从前几天瓦格纳集团老板普里戈金与俄罗斯政府的交手来看,瓦格纳集团的军队在战场上作战,并不像是其他军队一样为了国家或者民族的利益而战,反而像做生意一般讨价还价,其实这种想法并没有多少问题,因为瓦格纳集团的军队,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俄军一个外包的雇佣兵集团,瓦格纳集团出现于21世纪初,随着国际反恐局势变化, 全球范围内都掀起了一股私人军事安全供应的浪潮,而瓦格纳集团就是在这股潮流中诞生的,由于私人军事安保需要雇员有极高的军事素养与一定的战斗经验,所以那些国际上出名的私营军事公司都有着很多从军队中退役的前军事人员,俄罗斯境内的私人安保公司也是一样,大部分都是从俄军中走出来的退伍军人,以及部分海外地区的亲俄人士, 这些私人安保公司,其业务并不仅是私人的,为了自身合法性,其通常与俄罗斯军事领域的重要部门有着密切又十分微妙的关系, 而2005年成立于俄罗斯西南部城市奥料尔的反恐,奥料尔安保公司,就是如今瓦格纳集团的前身,这个组织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为在伊拉克开展正常经济业务的俄罗斯企业提供安保服务,保障他们不会遭受恐怖主义袭击,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该安保公司将业务扩大到了保护商船领域,自身也演变为莫兰安全集团, 到了2013年的时候,集团的两名高管在俄罗斯境外注册了名为斯拉夫军团的安保公司,用高达5000美元的月薪,招揽了超过200名前独联体国家的退伍特种兵, 并根据合同参与了针对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的作战任务,后来因为被俄罗斯认为违法而负责人遭到起诉,继而消失了一段时间, 但是在一年后,东乌地区爆发激烈冲突,斯拉夫军团的身影再次出现,由于在冲突中表现出了不错的能力, 俄罗斯餐饮巨头普里戈金出资支持一个原俄军特种部队退役中校,在斯拉夫军团的基础上,成立了名为瓦格纳的军事服务公司, 在公司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普里戈金都并不承认自己与瓦格纳集团有关,一直到去年9月份,实在遮掩不下去了, 才公布了自己的身份,由于有了寡头的经济加持,瓦格纳集团开出了月薪4000美元与作战绩效制度的优厚条件, 在全球范围内招募了大量的退伍军人,在组织架构起来之后,瓦格纳集团很快就出现在了国际政治舞台上, 在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的过程中,就有瓦格纳部队的身影,而在后续漫长的东乌战场上, 瓦格纳集团也在一直支持当地的亲俄武装作战,并且表现十分有益, 与美国的那些私人安保公司,主要提供低烈度的保安站,互为工作不同。 瓦格纳公司武器装备十分齐全,能够胜任军队野战工作,因此, 当瓦格纳集团在去年三四月份出现在俄乌战场上时,很多人都将其冲突中俄罗斯的最精锐的力量之一, 因为是雇佣兵的缘故,所以相当于俄罗斯政府与瓦格纳集团签订了合同协定, 所以这才会出现因为武器弹药供应不足,普里哥金与莫斯科讨价还价的做买卖场景, 而同样是因为雇佣兵的缘故,瓦格纳集团在战场上很少受到一些军事规则的约束, 其非常规手段,往往能够获得意想不到的战果。 同时也会遭到不少非议,军队作为国家的暴力机器, 在很多人的认知中,应该仅仅把握在国家手中, 那瓦格纳集团作为一个2014年才有的私人军事公司, 是怎么要一步步把自己职权范围扩大到了两国冲突的领域, 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瓦格纳集团的存在究竟何不合法呢? 从2014年至今,瓦格纳随着生意越做越大, 其职能范围也在扩大,就目前来看, 瓦格纳集团主要有四个职能, 第一种就是直接根据合同,在对象国家和地区进行军事行动。 装备一定重武器的瓦格纳集团, 其作战能力不亚于大多数国家的作战部队, 再加上其成员有不少都是特种兵出身, 所以特种作战能力也不俗。 第二种就是信息战能力, 瓦格纳作为一个亲俄集团, 其也会承担起推动俄罗斯意识形态传播的责任, 第三种便是为部分国家或者私人企业提供有偿的军事合作, 比如培训士兵、情报支持等等。 除了这些军事职能外, 他们还可以用军事手段去换取经济利益, 获得一些地区在矿产领域的特许权。 这几个职能列出来, 根本看不出这个集团是一个私人武装公司, 反而就像是一个国家的军队重要组成一样。 看起来在军事领域有着极大的自主权与战斗力, 那人们不禁就要问了, 这样一个私人武装集团, 对于俄罗斯来说究竟合不合法? 在如今俄乌冲突中, 瓦格纳集团对于军事行动至关重要, 以至于很多人都直接认为瓦格纳集团是俄罗斯军队的正规军队编制。 其实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 瓦格纳集团从成立到今天, 其都没有获得在俄罗斯境内的合法地位。 这就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了, 既然人家瓦格纳集团在你国家境内是不合法的, 那为什么又会在军事行动中如此重用他们? 为什么还不断攻击他们武器弹药防止他们撤军呢? 其实这涉及瓦格纳在俄罗斯境内极为模糊的一种法律定位。 在2018年的时候, 俄罗斯内阁就针对要不要把瓦格纳集团合法化进行一次讨论。 在这次讨论会议中, 俄罗斯政府高层达成了惊人的一致, 基本都明确表示要拒绝将瓦格纳集团合法化。 理由也很简单, 即这种私人雇佣兵是违反俄罗斯宪法的。 一旦开了私人军队这个口子, 那就会威胁俄罗斯的安全稳定, 所以说,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 包括瓦格纳集团在内的各种俄罗斯雇佣兵集团, 在俄罗斯境内活动都是合法的。 但是有意思的来了, 就在俄罗斯内阁确定否决合法化的问题的时候, 普京在当年9月, 也签署了一个法令, 即将与俄罗斯政府外国情报部门有合作, 但是不是政府雇员的人与机构的信息, 列为国家机密事件。 并且, 普京明确表示, 只要瓦格纳集团不违法俄罗斯的法律, 可以在全世界其他任何的地方开展军事业务。 可以说, 俄罗斯政府十分纠结, 因为从宪法角度, 私人武装这个头真的不好开, 但是从某些政府需要的层面, 这种私人安保公司往往能够起到正规武装力量所起不到的作用。 对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战略来说, 这种私人武装力量存在是很重要, 因而在这种情况下, 瓦格纳集团就靠着这种尴尬且模糊的法律地位, 获得了不少来自俄罗斯官方的军事合同。 所以, 在去年爆发的俄乌冲突中, 在俄罗斯国防军开始最初的军事行动后, 瓦格纳雇佣兵也在不久后出现在了俄乌战场上, 并且在战场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在今年年初关于乌克兰重镇巴赫木特的争夺中, 瓦格纳雇佣兵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瓦格纳老板提出没有弹药, 就将撤出阵地的时候, 莫斯科当局会如此之快将后勤做到位的重要原因。 在很多人的记忆中, 雇佣兵就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一种工作, 基本就是为了钱而战, 那瓦格纳集团的雇佣兵有什么不同, 以至于让他们能在巴赫木特绞肉机里前赴后继, 难道真的是俄罗斯给的太多了吗? 与俄罗斯正规国防军相比, 瓦格纳雇佣兵的战斗力究竟如何? 长期使用雇佣兵, 对于俄罗斯来说又有什么影响呢? 瓦格纳雇佣兵之所以能够在战场上表现出还不错的能力, 并且能够与其他雇佣兵区别开来, 让俄罗斯人能够充分信任他们, 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原因, 一个是武器装备层面, 另一个就是这群雇佣兵的内心归属问题, 根据如今俄乌战场上的信息来看, 经过多年战斗洗礼的瓦格纳战斗人员, 不仅经验十分丰富, 部队还有着十分严明的纪律, 在武器装备层面, 他们也并不是普通的轻型武装、战斗集团, 而是拥有战斗机、火箭炮、防空系统以及坦克装甲车等全方位重武器的现代化合成部队, 美国人通过对战场信息的推断得出, 如今的俄乌战场上, 瓦格纳集团的战斗人员超过五万人, 这也从一个侧面就印证了, 瓦格纳雇佣兵是俄军在战场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因此, 在对于乌冬重镇巴赫穆特的争夺中, 瓦格纳雇佣兵能够打上主力, 可是有些朋友便有疑惑了, 雇佣兵不过是拿钱办事, 为什么能够在巴赫穆特脚肉机里能作战如此勇猛, 为了挣那些钱至于吗? 这就牵扯到瓦格纳雇佣兵战斗力的第二个层面, 即内心归属, 我们暂且不论瓦格纳集团是按战功计算补贴的制度, 单单从瓦格纳雇佣兵的内心来看看, 为什么他们为俄罗斯作战时, 根本不怕死, 因为这些来到瓦格纳集团的雇佣兵, 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的, 大多数都是俄罗斯联邦国防军退役下来的精锐力量, 还有少数其他国家对于俄罗斯有着极强归属感的前军事人员, 可以说, 在瓦格纳集团士兵的心中, 他们是坚信自己在为俄罗斯的国家与民族利益而战的, 所以他们面对巴赫穆特这样的绞肉机时, 内心也是抱有为国家而现身的精神的, 更何况, 他们还有丰厚的福利待遇, 要是在战场上表现优异, 消灭的敌人越多, 他们的津贴也就越高, 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举两得, 所以往往表现得甚至要比俄罗斯国防军还要勇猛, 从普里哥金抱怨没有弹药, 瓦格纳集团要从巴赫穆特撤军, 莫斯科紧张地给他们供给弹药就能看出来, 在如今的俄乌战场上, 俄罗斯军队似乎离不开瓦格纳雇佣兵了, 可是, 俄罗斯好歹是五大常任理事国, 军队战斗力本应该不容小觑, 那为什么打仗还要指望雇佣兵呢? 虽然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大部分军事力量, 但是因为长期经济萧条, 军事力量很长时间都没有获得实质性发展, 虽然开展了现代化信息化的改革, 但是由于信息技术落后, 指挥架构存在问题, 后勤补给不足, 所以在俄乌战场上表现出极大的缺陷, 这一点在去年的乌冬败退就能看出来。 而相比较之下, 瓦格纳雇佣兵的组织架构相对灵活, 根据战场情况调整起来也相对容易, 所以在应对一些特殊战况, 尤其是攻占巴赫木特这种特殊战斗任务的时候, 瓦格纳雇佣兵可能真的是俄罗斯更好的选择, 那一直指望瓦格纳雇佣兵行不行呢? 显然是不行的, 虽然雇佣兵有些对俄罗斯的归属感, 但是他们本质上还是拿钱办事的, 这次出现弹药紧缺便拿撤军威胁莫斯科就是一个例子了, 更何况, 瓦格纳雇佣兵的人数是有限的, 其也顶多在陆地承担部分战斗任务。 在乌克兰战场或许还能有用, 但是一旦爆发与美国或者北约之间的全面战争, 瓦格纳雇佣兵的战斗力恐怕就有些微不足道了。 所以, 瓦格纳雇佣兵对莫斯科最大的意义, 就是为他们针对国防军在战场上的表现不足, 进行及时的调整留住时间, 如果莫斯科没能靠着瓦格纳集团雇佣兵为自己留下的时间, 及时整改, 而是继续依仗雇佣兵的话, 那战场上恐怕迟早要出大问题, 又或者说, 就如莫斯科高层表示的那样, 俄乌冲突还没有上升到国家战争层面。 俄罗斯的战争机器与军队战斗力还没有百分百展现出来, 这谁又知道呢?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 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记得顺手点个订阅, 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永远